侯卫东看见赵永胜书记的态度转得很快,有些莫名其妙。 等赵书记上了楼,他加快脚步,追到了秦飞越,坠坠不安地跟着他来到了何家馆子。 黄正斌正站在门口等着,看到秦飞越来了,连忙笑着说,哎呀,秦阵长,里面请啊。 接着又转过脸对侯卫东说,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不一会儿,便围了整整一桌子的人,秦刚坐在了秦飞越的身边,朝胖子声如红中地说,下面,请秦阵长给我们大家讲两句。 秦飞越清了清嗓子,这个过蛮子的媳妇怀了二胎,如果我们处理不下来,那以后啊,我们上清林的计划生育工作,那肯定要乱套嘛。 所以,今天,到独食村的人,都是立了工的,特别是你们几生半,啊,及时发现妖妹子的情况,又精心组织,这才圆满完成了任务。 今天大家痛快地喝一杯,给大家放半天假。 听说放假,满桌子的人都喜笑颜开。 秦飞越秦阵长接着又说,这个郭蛮子啊,当过生产队长,啊,能力是有的,功劳也有,就是脾气太倔了。 如果没有派出所的协助啊,这事还真不好办。 下面呢,我首先代表,呃,真正不,竟派出所一杯。 小吕,快给秦阵长,换个大杯子啊。 秦飞越举着大酒杯,对派出所的秦刚,我们清临啊,有一句俗话,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哎,我先喝了。 说完他极为豪爽的,将一大杯一口闷了。 秦刚是从公安局下来的人,与书记赵永胜关系挺密切,不过与镇长秦飞越的关系却一般。 今天,秦飞越大杯喝酒,就是有意啊,想和秦刚把关系搞好。 秦刚的面部表情仍然很严肃,他虽然不愿意中午喝酒,可是镇长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于是举起酒杯,一口也干了。 秦飞越开始发动群众了。 曹镇长,你分管政法、法庭、司法所、还有派出所,哎,这都归你这口啊,秦所长在这里,你得好好的敬一杯啊。 曹镇长的胳膊上还有一条红肿的扁的印子,他举着酒杯,今天啊,幸亏派出所的习诏勇在场,要不然,说不定会有什么事呢。 秦所长,我曹胖子敬你一杯啊。 哎呀,这个,我今天下午啊,还得到局里去开会呢。 秦所长用左手捂着酒杯,哎,不能再喝了。 哎,这杯酒无论如何你要喝啊? 曹镇长举着酒杯,不依不饶。 秦所长的酒量我清楚啊,这喝两杯酒啊,没啥子问题吗? 两个人争来便去,秦刚还是不喝。 曹胖子挂不住了。 我先干为敬,你看着吧。 说完一口气,将酒喝了。 秦飞越见气氛有些尴尬,就活细腻。 哎呀,秦所长既然要到局里去开会,这酒就算了。 啊,这个秦所长的酒由小猴带喝。 小猴,怎么样? 侯卫东刚要有所反应,秦刚摆了摆手。 哎,这杯酒啊,我必须要跟曹镇长喝啊。 不过,事先生命啊,最后一杯。 说完,他把这杯酒也干了,喝了这一杯,派出锁秦刚就离开了。 听到门外吉普车的发动声音之后,曹胖子振不住了。 呸,这个秦刚啊,是个什么东西啊? 眼里啊,只有那个姓赵的。 他这一句话把秦飞越也带了进去。 秦飞越看到桌子上还有一些办事员。 曹镇长,喝酒别说废话啊,独食村这事儿办得好,哎,我们两个碰一个。 回想起刚才赵永胜赵书记的神情,侯卫东暗自琢磨着,看样子,这个青林镇的两个一把手不太团结。 得出这个结论,带细细的品味刚才赵永胜的神情,他的心里有一些懊恼。 哎呀,看来赵书记对我有看法了,那以后该怎么办呢? 喝过这一顿滋味复杂的酒,出门之时,黄正兵将侯卫东拉到了一遍。 哎,侯卫东啊,刚才我跟秦志长说了,想把你调到寄生办。 寄生办虽然工作辛苦啊,待遇还是不错的。 怎么样,你还不愿意? 黄卫东心中一喜,如果能调离上青林山,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儿了。 哎呀,黄主任,我当然愿意来了,到了寄生办,我一定会努力工作,不会给黄主任丢脸的。 这一次黄正兵到独石村办事,听说过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很勇敢,一马当先冲上去,将劫匪扑倒在地。 因此,他到独石村处理郭丰子的时候,强烈建议朝镇长选择侯卫东参加。 侯卫东呢,果然不负众望,再次勇敢地冲了上去,与习赵勇一起将郭蛮子按住了。 下山的时候,黄正兵暗自后派,如果没有这两个人,说不定会出现什么事儿了。 寄生办的工作,经常会遇到这种暴力的事件。 寄生办的理会呢,耍点嘴皮子还可以,可是遇到了这种狭鹿相逢勇者胜的情况,他就靠不住了。 还有一个人叫段红秀,是个女同志,那是做技术工作的,本身就属于被保护的对象,是没办法冲锋陷阵的。 缺兵少将的黄正兵,就这样看上了侯卫东。 寄生办那是镇政府的重要部门啊,也是重要的裁员之一。 掌管镇里的财政大权的秦飞越,对寄生办那是相当的重视,就一口答应了黄正兵的请求。 得知调动的消息,侯卫东的心中暗自高兴,看来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在回上清临乡的时候,他脚步轻快,上山沿途风景如画,他还禁不住唱起了政治化的水手。 回到清临镇小院,杨新春高兴地说,侯大学,邮政局把电话安好了。 这个消息对于侯卫东来说,也是一个不亚于调到政府的好消息。 他快步走到了杨新春的旁边,在哪儿? 在会议室旁边,盯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清临邮政所代办点。 杨新春笑着说,这就是专门腾出来的办公室,报纸啊电话啊包裹都在这里办,信件两天往山下送一次,电话是成功电话,方便得很累。 侯卫东被爱情的火焰正烧得头脑发热,他也不问问是多少电话费,杨大姐,我要打一个长途。 当电话接通的时候,那一头小家的声音宛如天籁之影,划出一道漂亮的曲线,飞进了侯卫东的心灵深处。 你好,沙州远馆所,请问找哪位? 侯卫东激动了,小家,是我。 啊,是你啊,你,你怎么几天不给我打电话啊,信也不信。 侯卫东全身的毛孔都敞开了,小家,这是我们工作组新安的成功电话,你记着号码啊,随时给我打电话,手电话的人是杨大姐,她会帮我转的,有时间,一定要跟我联系啊,小家。 侯卫东,我想你。 电话线的另一头,小家的声音已经有些哽咽了。 小家,这个星期天,我来看你。 这…… 小家迟疑了一下,这个星期天,园馆所搞活动,集体去由长江,星期五出发。 侯卫东的心里顿时轻松,清临镇还没有发工资,他只剩下了七十多月,还要留下生活费,来回走一趟,他实在担心钱不够花。 可是松下一口气的感觉,还不能让小家感觉出来,他用遗憾的语气说,哎呀,那……那就下个星期吧,啊,如果没有其他要紧的安排,我一定能杀出来。 嗯,好,我等你。 魏东,我想你。 由于在办公室,小家满腹的话没有机会说出来。 这个时候,他看到副所长走了过来,便迅速地挂断了电话。 侯卫东付了钱,回到办公室,情绪低落了下来。 这次通话,他感到了小家好像没有多少激情。 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来说清楚,却如磁场一样,实实在在地存在。 他心中就像被蚂蚁咬了一小口,有点坐立不安。 他只好用在办公室不方便说话的理由,来自我安慰。 下午,熬到六点一刻,估计园管所下班了,侯卫东跑到楼下给小家打了电话。 这一次的小家,热情似火,开始撒起焦来。 不准侯卫东放下电话。 一直打了二十多分钟,侯卫东已经感到经济上的压力了,在电话里吻别了十几次。 小家这才允许侯卫东放下电话。 付了电话费,侯卫东开始觉得有些心痛。 哎呀,这怎么得了啊,一天就打了二十五块钱。 哎呀,再过几天,我就真的身无分文了。 回到了简陋却干净的小屋,侯卫东取过稿纸,一口气写了五页纸,把相思之苦全部写在了纸上。 放下笔,他在屋里转了转,由于上午随着潮胖子到了独食村,就没有买菜,这个时候屋里只有米面和鸡蛋。 在家待着的时候,侯卫东向来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这个时候被逼上了梁山,只好自己动手了。 他打了两个鸡蛋,煮了一锅酱糊糊般的鸡蛋面。 虽然品相不好,味道还是不错,他最终还是将鸡蛋面吃得很干净。 七点整,侯卫东到了铁饼生的家里。 铁饼生全家人都在等着侯卫东,他们如此郑重,反而让侯卫东显得很是汗颜。 铁校长,这个假期,只要有时间我就过来,你们不用专门等我。 铁饼生快活地说,侯卫东,你晚上就到我们家来吃饭吧,不就添装筷子吗,方便得很。 侯卫东听到铁校长还叫他侯大学,联盟说,铁校长,您别这么叫我呀,叫我小猴就行。 铁锐青此时已经把课本全部拿了出来,旁边还摆着一杯茶水。 呃,这样吧,你先把课文读一遍我听听。 高中英语第一课,就是卡尔马克思的故事。 这篇课文,侯卫东倒背如流啊。 听到铁锐青的读音,侯卫东听着带有浓重异扬口音的英语,忍不住好笑,但是他不能伤害铁锐青的积极性,绷着脸,没有笑出来。 你读得很熟练,看来是用了心啊,只是你的音标有问题,许多单词没有读准。 嗯,这样吧,我先读一遍。 侯卫东也没有看课文,张嘴就将第一篇课文背了一大段。 铁锐生一直陪着女儿读书,他看见侯卫东居然能背得下这篇课文,脸上笑成了一朵花啊,他向爱人递了一个眼色,两个人便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陈大姐到了门外悄悄地问铁锐生,哎,这个侯卫东行不行啊? 铁锐生点了点头,哎,他是学正法的,没有想到还背得下英语课文啊,肯定不错。 屋子里,侯卫东已经放弃了轻易纠正其语音的幻想,他拿起课文,逐各单词,逐句话地教着铁锐青读书。 一个小时以后,侯卫东结束了课程,他的头上已经冒了一圈汗水,铁错生满脸春风地迎了过来,手里贴着一个纸包。 铁锐长,我家里有两盘语音磁带,等回家的时候啊,我给锐青带过来。 嗯,他的基础不太好,这二十多天啊,我主要纠正他的语音,从基础抓起。 洋溢医中的老师啊,水平还是可以的,以后啊,跟着老师就行了。 铁错生不断地点着头,他将纸包递给了侯卫东,哎,这是清临的野茶,没有打过药的,你带回去喝啊。 周末,沙州市园管所组织单位职工,去长江旅游。 对于侯卫东来说,这是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周末,他日思夜想,满心欢喜皆成空,很是失业。 由于还没有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他不免囊中羞涩。 星期六抽空回了一趟五海县,向母亲刘光芬借了五百元,暂时应急。 刘光芬听了儿子的情况,流下了眼泪,他一边哭着,一边催着侯卫东的父亲侯永贵去一阳找关系。 侯永贵开始还应付着,后来被刘光芬说烦了大声地说, 哎呀,打铁还得自身硬吗?赵氏呀,一切靠自己。 想到你,我比小赵的情况还要艰苦十倍,带一把手枪走上百公里的山路,还不是一样把偷牛贼抓了回来? 刘光芬见老头子无动于衷,气得很。 在侯卫东返回清林之前,又悄悄地塞给了儿子五百块钱。 侯卫东从易阳县城回到了冷冷清清的上清林的小院子,过了好一阵,才重新适应山上的环境。 这一次回五海,他带回了一些书和一个微型的收音机。 虽然在电视初步普及的九零年代初,听广播有些吐气,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躺在床上听些暖暖的暧昧的话题,或是安静地听上一段音乐,这也算是对上清林生活的补充。 寄生办主任黄正斌承诺将侯卫东调到寄生办以后,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侯卫东天天等着调动通知。 谁知道,这个调动通知迟迟没有动静。 侯卫东对清林镇政府陌生得很,黄正斌呢,也只是见过一次,所以他只有干着急,无计可施。 这一星期,侯卫东对工作组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上清林乡和下清林乡合并成了清林镇之后,多出了一些人不好安排,所以才成立了这个工作组。 其实,就是变相地将部分不受欢迎的人安置在了上清林山上。 工作组成立的动机就不纯,那工作自然是一盘散沙了。 整个工作组二十多个人,只有侯卫东坚持在办公室作办。 侯卫东固执地坚持到办公室上班有两个原因,一是他家不在清林镇上,与其在楼上无所事事,还不如到办公室看看报纸呢。 第二个原因,是他想在高长江面前留个好印象。 镇政府的领导很少到清林山,赵永胜和秦飞跃等领导对他的主要印象,应该还是来自高长江的说法。 从这个角度来说,高长江虽然退居二线了,却间接影响着侯卫东的命运。 星期五下午三点,高长江午睡起床,看到侯卫东还坐在办公室里,奇怪地说,侯卫啊,今天是星期五,你不回家呀。 此时的侯卫东心中正如猫抓,可是表面却很为平静。 我没有请假,怎么能早退呢? 高长江已经很久没有当领导了,此时得到了侯卫东的无条件的尊重,心里格外的舒服。 哎呀,要回家嘛,就现在走,山下还有客车,再玩了,想走都走不了了。 高长江名为工作组的组长,但是工作组成员都属于各个部门,各有各的事情,各有各的科室领导。 他这个组长,徒有虚名,只是重要活动来牵个头。 凭着前些年的余威,工作组的成员在场面上还是很尊敬他的。 不过,毕竟人走茶凉,每个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只有鬼才知道。 目前,工作组只有新人侯卫东是真心实意地听从高长江的安排。 这让高长江对侯卫东很是满意。 高长江催促着,行吧,小侯,别磨蹭了,快走吧。 侯卫东故作沉稳地向高长江道别,慢慢地走出了大院。 等到了高长江目光看不到的地方,他加快了脚步,走出了小场镇。 到了山间小道,他的心情彻底放松了,顺着小道一溜小跑,从山顶跑了下来。 一看时间,下山居然只用了十六分钟。 等了三十分钟,客车才慢悠悠地开了过来。 客车为了多庄客人,慢如蜗牛。 侯卫东盼着见小家心急如焚呢,恨不得把司机踢到车下自己来开。 好不容易到了一阳县城,此时已是夕阳晚照,正常的客车已经停班了。 一阳还有一班夜车开往沙州,这是一阳做服装生意的小老板们专用的车。 晚上十二点出发,在客车上睡一觉,到沙州是早晨三点,稍等一会儿,沙州最大的综合批发市场就开始了。 小老板们买上几包实心衣服,坐着同一班客车往回走,到了一阳县城,也就是八点左右。 由于有了这班客车,一阳县的流行服装始终能够跟上沙州的步伐,比周边的吴海城间几个县,明显要快上几个节拍。 侯卫东就准备坐这班客车,连夜到沙州。 这班客车的车费着实不便宜,上了车侯卫东发现,满车的人都很熟悉,互相打着招呼,开一些荤素搭配的玩笑。 侯卫东不是这个圈子的人,上了客车,他只好闭上眼睛睡觉。 客车十二点准时出发,在摇晃的客车上,侯卫东很快就睡着了。 侯卫东决定坐连夜去沙州的客车。 客车十二点准时出发,在摇晃的客车上,侯卫东很快就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和小家漫步在沙州学院,最后还上了吴明山。 正当情节渐渐要进入高潮之时,客车开进了沙州市综合批发市场。 车上的小老板们一哄而下,他们截着伴来到了夜摊上,要了卤菜和啤酒,慢慢地吃喝起来。 侯卫东站在夜色之中,看着黑沉沉的天空和一排路灯,不知应该到哪里去。 他也到夜摊上,要了些卤菜和啤酒,坐下来,慢慢地吃喝。 凌晨四点,综合市场开门了,小老板们急急忙忙地赶去抢货,把侯卫东一个人丢在了小夜摊前。 侯卫东打算在这里熬到天亮,可是从下山开始,他在路上已经走了七个多小时了,此时已经困得不行。 当早晨五点钟,夜摊老板准备收摊的时候,他决定去找一家宾馆。 又坐了半个小时,夜摊的老板们开始收摊了。 他得到了服务员的回答,是没有房间。 侯卫东一脸地郁闷,正准备离开,服务员对他说,老板,你不用找了,今天沙州所有的宾馆都爆满。 侯卫东在客车上就隐隐约约地听到什么唐烟酒交易会, 却没有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大的动静,沙州市所有的宾馆居然都被占满了。 他看着黑黑的天,心里琢磨着,哎呀,天快亮了,要不忍忍就算了。 离开了宾馆,侯卫东一个人在市区里转着。 沙州市这几年经济发展迅猛,城市建设搞得不错。 一个人走在夜色中,有明亮的路灯相伴,倒也不怕。 经过街心花园的时候,他看见花园中有一张长条椅子,就坐在那儿等待天明。 就在半睡半醒之间,他忽然觉得有脚步伤。 侯卫东睁开眼,看见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站在身边,哆哆嗦嗦地说, 叔叔,你帮帮我,有坏人跟着我。 侯卫东这下的睡意全无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我从家里跑出来的,有几个人跟着我,叔叔,你快救我呀。 就在这个时候,三个乞丐模样的成年男子出现在了树林前。 他们在树林外张头探脑,其中一个人朝里面走。 侯卫东曾经听说过沙洲丐帮的名声,没有想到今天给遇上了。 他不敢马虎,捡起了一块半截砖握在手里。 你们干什么的? 过来打探的乞丐,以为里面只有这个小女孩,被这医生吓了一跳。 此时,他完全没有白天在路人面前的温顺了,从怀里摸出了一把刀,恶狠狠地说, 滚开,别怀大爷的事。 那个小女孩躲在侯卫东的身后,吓得浑身发抖。 你们听着,这是我妹妹,你们还想在沙洲混,最好别在这儿闹事。 惹了老子,端了你们的窝子。 乞丐多是欺软怕硬之辈,见侯卫东身体结实胆子也大,就嘟囔着,倒霉,走走走。 三名乞丐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等到乞丐走了,侯卫东暗自也惊出了一身汗水。 他看见小女孩惊魂未定的样子, 你读几年级了? 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啊? 跟家里人吵架了? 小女孩的眼中带着一些恐惧, 像是仍然没有从刚才的事件中清醒过来, 哆哆嗦嗦地说, 我读校学六年级,我不回家,妈妈不对, 哎呀,当侯卫东大致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他暗暗地感叹着, 哎,现在的孩子真是被冠成了什么样。 小妹妹,妈妈不对, 回去以后再批评他,好不好? 你爸爸在哪儿啊? 爸爸不在家? 小妹妹,外面坏人多, 要是刚才叔叔不在啊, 你就可能啊, 被那几个坏人带到很远的地方给卖掉了, 就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 你怕不怕呀? 听侯卫东这么说, 小女孩抓住了侯卫东的衣角, 那,叔叔, 你带我去给家里打个电话? 两个人来到了沙州市综合农贸市场, 在一个小烟摊的前面, 看到了一个公用电话。 小女孩拨通电话, 喊了一声妈, 也不知电话那头说了些什么, 小女孩的脸上显示出了高兴的表情, 扭头问侯卫东, 叔叔, 这是哪里啊? 呃, 沙州综合批发市场? 打完电话, 侯卫东买了一包云烟和一包饼干, 和小女孩坐在烟摊前的茶木凳上, 沙州综合批发市场人来人往, 还有两个保卫模样的男子, 也就不必担心安全问题了。 小女孩吃着饼干, 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她看到侯卫东在抽烟, 就递了一块饼干过去, 叔叔, 你也吃一块吧, 很好吃。 这是普通的饼干, 从包装就可以看出味道并不怎么样, 可小女孩却吃得津津有味, 看来真的是饿坏了。 过了一会儿, 一辆普桑开进了综合市场, 他们一眼就看到了坐在烟摊旁边吃饼干的女儿, 女的一把抱住了小女孩, 哎呀, 厉堂儿, 妈妈答应给你买钢琴, 好吗? 那个男的看见小女孩, 也明显地松了一口气, 那个女的看来是提心吊胆地过了一个晚上, 见宝贝女儿完好无损, 终于放心了, 他抹着眼泪说, 宝贝儿啊,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 都不准离家出走, 好吗? 那个男的紧锁着眉头生气地说, 还不都是你宠的? 他走到公用电话旁, 准备付电话费, 公用电话的老板指着指侯卫东, 哎, 他已经给付了, 男子看了侯卫东一眼, 心里保持着一丝警惕, 取出十块钱递了过来, 谢谢啊, 电话钱, 还有饼干的钱, 嗨, 没事, 小说一桩, 小女孩睁开妈妈的手, 来到侯卫东的身边, 叔叔, 你叫什么名字呀? 侯卫东转过身低声地说, 小妹妹, 以后要听大人的话, 啊, 不要一个人乱跑, 外面有好人哪, 也有很多坏人, 女的好像看出了一些蹊跷, 正想说话, 男子用眼神制止了他, 侯卫东步行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来到了沙州公园的门口, 这个时候, 天已经渐渐地亮了, 经过这一夜的折腾, 侯卫东感到身心俱疲啊, 坐在公园门口的木椅上, 享受着夏日清晨的凉风, 不知不觉, 竟睡着了。 在睡梦中, 他梦到了清林小学的桂花树, 还有铁饼生家里, 香喷喷的红烧连鱼。 正在梦中吃鱼, 忽然天地一阵摇晃, 侯卫东眼看着红烧鱼在梦中消失了, 正在恼火的时候, 抬头看到一身红衣在眼中闪耀。 小家看见侯卫东坐在木椅上睡着了, 口水顺着嘴角流到了胸口, 他真是又心疼又好笑。 将侯卫东摇醒之后, 取过纸巾将他的口水擦干净, 又将一个酱肉小包子塞进了侯卫东的嘴里。 两个人千言万语, 可见面之时, 却不知从何说起。 走到公园大门, 侯卫东准备买票, 小家却拉住了他的手, 不用买票。 果然, 公园守门的中年人热情地招呼着, 张小家, 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检查工作了? 老何, 今天我休息, 我是来玩的。 老何看见张小家的胳膊上挽着一个年轻人, 开玩笑, 张小家, 男朋友长得好帅啊, 在哪里上班啊? 听到有人夸侯卫东, 小家心头一阵甜蜜, 这是我的男朋友, 侯卫东, 在义阳工作。 老何愣了一下, 随即又笑, 在义阳工作呀, 你们是同学? 沙洲人对义阳等县城又发自内心深处的轻视, 老何眼中稍顺即逝的惊疑和不解, 被何卫东敏锐地感觉到了, 他心里暗暗地说着, 不过是个守门的而已, 十年之后, 还是公园把他门走。 我会当多大的官儿, 谁又能知道呢? 沙洲公园曾经是岭西省颇有名气的公园, 这些年, 由于投入减少, 渐渐地衰落了。 可是作为老公园, 他的底气还是很足啊, 公园里有许多几十年树林的老树, 很有历史感。 走了这一段路, 两人初次见面的陌生感, 才彻底地消除了。 张小佳鼻尖微微有些出汗, 紧紧地靠着侯卫东, 不停地讲着工作以后的各方情况。 侯卫东看着左右无人, 搂着小佳的腰, 隔着薄薄的裙子, 手掌能感到小佳腰间肌肤的细腻和温度。 两人在沙洲学院相恋三年多,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躲躲藏藏中度过的, 对于寻找合适的地形, 谈情说爱, 那是十分的在行。 走了一段, 他们就找到了一处适合的约会地点。 所谓约会的地点, 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 是当事人的视野必须要开阔, 这是前提条件, 不能及时明了准确地发现来人, 藏得再好也会很被动的。 第二呢, 是后背这一片啊, 最好是围墙啊, 山岩, 建筑物等阻碍物, 这样就不会有人从背后出现。 只要满足了这两个条件, 就可以放心亲热了。 侯卫东和小家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小家主动亲吻, 侯卫东却躲了躲, 尴尬地说, 哎呀, 晚上和早晨都没来得及刷牙。 小家停止了进宫, 使劲地掐了侯卫东一把, 讨厌, 那为什么在旅馆里不刷牙呀? 沙州开糖酒交易会, 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 那, 那你昨天晚上, 在什么地方睡觉的? 我在外面坐了一夜。 啊, 小家的眼睛湿润了, 他关切地问, 那你困不困啊? 你要是困, 你就靠在我身上睡一会儿。 这个时候睡觉, 真是宝天天舞, 讨厌。 小家说着, 掐了侯卫东一把。 两人拥抱了一会儿, 小家转过身来, 靠着侯卫东。 这是两个人, 在沙州学院里最熟悉的姿势。 侯卫东双手, 从小家的衬衫里伸进去, 抚摸着挺立的双风。 冤梦再温, 两人格外激动了, 只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只好尽量地克制着自己。 在麒麟山, 你和书记和镇长离得那么远, 无论做多好, 他们都不知道, 干了也是白干啊。 我觉得呀, 你还得想办法, 回到镇政府去。 嗯, 嗯, 前两天, 寄生办的皇主任啊, 他有意把我调到寄生办去, 当时镇长都同意了, 我觉得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侯卫东说着, 忽然发现张小家的头发边缘, 微微的有些卷曲, 就用手摸了摸, 哎, 烫头了, 嗯, 好看吗? 我觉得还是以前的指头不好看, 你不懂, 现在沙洲是最流行这种小卷发了。 哎, 在清明山啊, 我抬头望明月, 低头看大婶, 流行已经离我很远了。 微通, 我爸妈这段时间都没有过问我的事, 但是他们应该很清楚我们还在交往, 时不时地敲打我, 还规定晚上必须九点钟回去。 说起这事, 小家的脸上一片暗淡, 侯卫东想起小家父母难看的脸色, 暗中叹息了一声, 表情却很坚定,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做出成绩, 让你的爸爸和妈妈相信我的, 他心里很沉重, 却故作轻松, 我胡汉三一定会杀回沙洲的, 我们都要有信心啊。 看着侯卫东坚毅的神情, 小家的心里坚定了许多。 毕业这段时间,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对两人能否最后走到一起, 也有所焦虑。 沙洲和易阳确实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比王母娘娘制造的天河还要宽阔。 在公园里一直坐到了下午两点, 侯卫东和小家才出去吃了午饭, 最后四处寻找旅馆。 正向昨夜的旅馆服务员所说, 此时沙洲所有的宾馆和旅社都已经人满为患。 小家想起了交友广阔的同事谢大姐, 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谢大姐爽朗地说, 没有问题, 我弟弟的房子空着, 先给你们俩呀, 过夫妻生活。 小家红着脸, 谢大姐, 你别跟我开玩笑, 他就是来看看我, 并且旅馆确实满了。 挂了电话, 小家既高兴又羞涩, 哎, 晚上的住处解决了, 谢大姐的弟弟啊, 有一套空房子, 今天, 暂时借给你住。 侯卫东自然, 闻贤各而知雅意啊, 那, 哎呀, 你赶紧去拿钥匙啊, 你急什么呀? 这是一套颇为清爽的住户, 里面设施很全, 除了冰箱电视等日常家用电器以外, 还有当时并不多见的空调, 这让侯卫东和小家很满意。 将防盗门反锁之后, 侯卫东一把将小家紧紧地抱在了怀里。 在窗室空调的嗡嗡声中, 房间里的温度慢慢地降了下来, 而两个年轻人的热情却嗖嗖地上升着。 小家站在房间中央, 微闭着眼睛, 听凭侯卫东一件又一件地截掉自己身上的衣服。 两个人恋爱多年, 除了没有真正的性爱以外, 也算是亲密无间了, 可是他们的亲密行动都是在野外进行的。 侯卫东这是第一次在安全的环境之下, 看到小家的身体, 他就如欣赏艺术品一样, 凝视着小家的身体。 晚上八点, 两个人已经连续做了三次, 体力消耗巨大, 侯卫东饿得前胸贴着后背, 不过两个人都舍不得这短暂的幸福时光, 抱在一起, 讲着情话。 眼见着到了九点, 小家恋恋不舍, 卫东, 今天我给家里说是单位要加班, 这才能请家出来, 要是九点以前到不了家, 家里肯定又要起风波了。 侯卫东亲了亲小家平坦而柔软的小妇, 去吧, 我们从长起, 别让你的父母不高兴。 将小家送到了大楼下面, 几位居委会的老太太仍然忠于直手, 目光锐利地守在小麦步前, 两个人沉浸在甜蜜的爱情之中, 根本就没有发现这些居委会大妈的威力。 侯卫东握着小家的手, 站在灯光的阴影中充满着柔情蜜意, 明天, 我等着你啊。 小家吻了侯卫东, 我终于找他出来。 他担心父母责怪, 分手以后匆匆上楼。 到了家门口, 小家想着父母难堪的脸色, 暗中琢磨着, 为什么自己的婚姻就非要受到父母的阻挠呢? 让相爱的人像做贼一样, 难怪拔金要挟家春秋, 封建思想真是害死人。 侯卫东回到房内, 却倒头就睡了, 这一夜他睡得极香, 第二天早晨醒来, 已经是上午十点钟了。 起了床, 侯卫东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这是别人的房子, 他不太好意思长时间把空调开着, 他找来一把电扇, 一边吹风, 一边看电视, 等着小家如天籁般的敲门声。 可是小家的敲门声始终没有响起来, 心急如火的侯卫东等到了下午两点, 小家才出现。 一看小家的脸色, 侯卫东就知道事情不妙, 怎么了? 今天上午妈妈出去买菜, 回来大发脾气, 说我学会了撒谎, 还骂我不听话。 你妈怎么知道我们在一起啊? 她最多是怀疑妈, 哪也能那么肯定啊? 你不承认啊, 她就没办法。 哪里呀, 昨天我们分手的时候, 被军委会的阿姨看见了。 今天早晨, 他们就跟妈妈说了, 那, 那你是怎么出来的呀? 上午在家里, 我跟爸爸妈妈大吵了一架, 我是冲出家门的。 这场家庭风暴, 不用细说侯卫东也能想象, 他紧紧地抱着小家, 喃喃地说, 小家, 对不起, 太难为你了。 两个人昨天还处于幸福的顶端, 今天, 就掉进了冰窖。 小家在侯卫东的怀里哭了一会儿, 侯卫东, 我要搬出去住。 侯卫东闻了闻小家的发香, 再一次将小家紧紧地抱在怀里, 为了黄河和父母的关系啊, 最好先别搬出去, 毕竟你们是一家人嘛, 关系搞得太僵, 将来不好收场。 小家泪流满面, 可是他们的态度很坚决, 他们说, 要是你再来找我, 他们就要写信, 到一阳县为组织部去。 听到这个威胁, 侯卫东脸色顿变, 但他随即说, 他们要写信, 那就是他们写吧, 我也没办法, 这是他们的权利, 可我一没头二没强, 三没瓢, 四没汤污, 我们是自由恋爱, 写了信, 我也不怕。 小家家的两头, 就像老鼠钻进了风箱, 两头受气, 又是眼泪汪汪。 小家的家庭风暴, 不用细说, 侯卫东也能想象, 他紧紧地抱着小家, 喃喃地说, 对不起小家, 太难为你了。 两个人昨天还处于幸福的顶端, 今天就掉进了冰窖。 小家家的两头, 向老鼠钻进风箱, 两头受气, 又是眼泪汪汪。 小家的神情, 让侯卫东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他在内心深处责怪着自己, 这一切都怪我, 谁叫我没本事呢, 三年之内, 我一定要掉到沙州。 虽然下定了决心, 可是想想在封闭的青林山上, 想要混出名堂, 似乎比唐僧到西天取经还要难呢。 虽然有短暂的灰心, 侯卫东还是很快就开始调整心态, 鼓励自己。 人死连朝上, 不死万万年, 只要努力, 一定会出现奇迹的。 小家依偎在他的怀里说, 要不, 要不我想办法, 掉到一阳去。 这不行。 侯卫东拒绝了这个建议, 你是独生女, 离开沙州必然会深深地伤害父母, 我不愿意你们一家人因为我反目成仇。 小家, 你放心, 你给我三年的时间, 我一定会有办法的。 好, 我等你。 两个人又疯狂了一回, 然后, 小家回家, 侯卫东直奔车站。 就在接近汽车站的时候, 侯卫东的心中突然涌起了一阵不好的预感, 越是接近车站, 这种感觉就越强烈。 他正在琢磨着, 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安之感是一抬头, 就看到了小家的母亲陈庆荣。 事到如此, 他不能躲避, 只好迎着陈庆荣走了过去。 陈安姨, 你好, 侯卫东, 你是有责任的男人吧? 说到这儿, 陈庆荣的声音突然哽咽起来, 我们只有一个女儿啊, 我们不愿意她嫁到易烊去, 为了小家的幸福, 我求求你, 不要再来了, 好吗? 侯卫东当场愣在那儿, 过了一会儿, 阿姨, 我和小家真的是真心的, 这样分手, 我很痛苦, 小家更痛苦, 请你给我们一些时间好吗? 我一定能改变现状。 侯卫东, 我相信你的能力, 可是在这个社会上, 光有能力是不够的。 小家的青春只有一次, 我们做家长的, 不能让他赌博呀, 人心都是肉长的, 将心比心, 希望你能够理解, 好吗? 侯卫东不得不承认, 陈庆荣所说的极有道理, 是出自肺腑的真心之言, 这让他很为难, 犹豫了一会儿, 他还是坚持着, 陈阿姨, 要让我跟小家分手, 我做不到。 陈庆荣的脸色更加难看, 脸上有泪水也有怒火, 更有无奈。 侯卫东有些害怕陈庆荣的神情, 但是他的态度很坚决, 你给我三年时间, 我一定要调到沙洲来。 听侯卫东这么说, 陈庆荣立刻精神一振, 三年时间, 好, 要是三年时间你不能调到沙洲, 那就一定要与小家分手。 我代表小家的爸爸答应你, 三年之后, 你要是能真的调到沙洲, 我们就不会阻拦你们。 他接着说, 我们说话算数的啊, 这段时间你不能跟小家见面, 你们都是才参加工作的, 应该把主要的精力啊, 用在工作上, 年轻人要珍惜机会。 侯卫东根本就不能容忍三年不见面的要求, 阿姨, 我们周末见一面, 不会影响工作的, 不行, 我不跟你讲条件, 这三年, 你不要跟小家见面, 否则, 我就跟小家断绝关系, 你要是为了小家好, 你就好好想一想。 陈阿姨, 我信守三年的条约, 但是我真的不能答应, 三年都不见面的要求啊。 侯卫东, 我再说一遍, 我不跟你讲条件。 侯卫东直到最后, 也没有答应陈庆荣提出的条件, 两个人不欢而散。 杀州之行, 侯卫东感到了肩上的巨大压力, 道路是自己选择的, 任何人也不能怪, 只有杀出重围, 才对得起小家的一片深情啊。 而要杀出重围, 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做起啊。 第一步, 就是要在青林镇站稳脚跟, 然后, 回到易阳县政府。 这个目标说起来简单, 可做起来并不容易。 侯卫东从繁华的沙州, 回到上青林老厂镇, 立刻就深刻地感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遥远的距离。 周一和周二都无视, 仍然没有调动的任何消息, 侯卫东想要通过努力工作来实现三年之约, 可是现实竟是如此的无奈, 他被放逐到了上青林, 根本就没有努力工作的机会啊。 在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这个信念的支撑之下, 侯卫东准备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 每看一篇领夕日报, 他都认真地做好笔记, 让头脑跟得上形势的发展。 星期三的上午, 侯卫东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报纸, 院子里传来了说话声, 院子的底楼是阳新春的邮政代办店, 时常有人进来打电话, 他并没有在意, 就在这个时候, 洛塞胡子李勇走进办公室, 大大咧咧地介绍着, 侯大学, 这是肃镇长。 肃镇长叫肃明, 一米六左右, 身材瘦小, 他主动伸过手, 侯卫东啊, 欢迎你啊, 欢迎到青林镇来工作。 震农伴老田穿了一件褪色的老军装, 黑而受, 很淳朴的样子, 农京站的站长黄卫格和上青林的白春城又三分相似, 白白胖胖, 衣服的档次也高一些。 肃明四处看了看, 夸奖着, 几天没有来, 这间办公室变了样啊, 以前啊, 到处是灰尘, 现在啊, 窗明激进的嘛。 这话是实话, 侯卫东接管了办公室以后, 就彻底的做了清洁, 将所有的污秽一扫而空, 而且他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打扫办公室和会议室。 拉了几句家常, 高长江, 李勇, 独氏村的秦大江和江上山, 田福申等人陆续到了办公室。 秦明说, 哎呀, 办公室太小了, 我们还是到会议室去。 秦镇长看着干净清爽的会议室, 眼睛不由得一亮, 哎呀, 这个杨新春终于会把会议室打扫干净了啊。 哎, 现在的办公室啊, 都是由侯卫东来打扫的。 高长江解释着, 哎, 这应该是杨新春的事儿嘛。 秦明奇怪地问, 怎么能让侯卫东来打扫办公室啊? 嘿嘿, 这是人家侯大学啊, 主动要求大。 等大家坐了下来, 秦明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 哎呀, 这狗日的天气, 真是热得要命啊。 高厢长啊, 中午啊, 让嫂子煮过稀饭, 炒一盘回锅肉嘛, 我们喝两杯。 村之书秦大将说, 哎, 今天中午啊, 不麻烦高厢长啊, 秦镇长啊, 亲自追收去年没有交的提流统筹, 我们独食村再穷啊, 这个可还是请得起的。 亲自追啊, 我还亲自解手, 亲自吃饭, 亲自陪老婆睡觉呢。 秦明幽默了一句, 随即脸色一正, 今天上山是追收去年独食村的提流统筹款, 具体情况, 请江主任给大家讲一讲。 独食村村委会主任江上山从包里摸出了一张纸, 去年提流统筹一共欠3412元, 独食村二社的合家院子欠的最多, 具体数字如下。 所谓的提流, 是指村一级的组织收取的公积金, 公益金和管理费。 统筹呢, 则是镇政府收取的计划生育, 优服, 民兵训练, 镇村道路建设和民办教育等经费, 这是镇村两级的重要裁员。 秦明秦镇长接着说, 去年啊, 清陵镇征收提流统筹费的情况很不理想, 全镇征收不到总数的60%, 很多农户都聚焦啊, 我分析啊, 这个全镇征收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两条, 一是个别群众交费一时差, 对合理的负担也不愿意承担, 第二呢, 是提流统筹, 费用计算不合理啊, 收取方法也存在问题, 这是村里无法正常开支, 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说到这儿, 秦明加重了语气, 提流统筹费, 是村镇两级的重要收入, 今年如果不采取措施收清, 那么聚角的农户还会增多, 村干部的公司就无法支付, 到时候, 各项工作就无法开展, 还会挫伤村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我们的工作就会更加被动, 所以啊, 我们必须下大力气, 解决好征收难的问题, 具体的做法呢, 要切实做到百分之五以内的征收, 并公开计算方法, 得到农户的认可, 二是要细化征收办法, 对一些困难货, 应该通过群众公平的方式, 予以缓交或者是免交, 三要强化民主理财, 落实财务公开办法, 定期公布提流统筹费的收支情况, 第四呢, 要对确有交付能力而聚焦的, 必须采取处罚措施, 以推动征收工作的开展, 宿明宿镇长的口才极好, 这一番话讲得头头是道, 让侯卫东刮目相看, 暗暗承担道, 这个宿镇长还真有水平啊, 这个时候, 宿明继续说着, 今天啊, 我们就是来采取处罚措施的, 重点只收一户, 就是何家院子的何鸿富, 他们家去年就没有交替流统筹, 今年也没有交, 还四处散发歪道理, 不抓这个典型啊, 独食村的款项, 以后没办法收取, 秦明按常规不转任务, 还特意说了一句, 侯卫东, 您要参加啊, 你和李永一起, 如果这个何鸿富敢乱动, 就由你们负责, 秦大将大声说, 哎呀, 这个何鸿富啊, 歪理特别多, 你去给他做工作, 他的理由比你还多, 我觉得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只有来应他, 他养了两头猪, 舱里还有骨子, 不能全部带走, 要是给何鸿富留下基本的生活品啊, 我们只先一头猪, 挑四条骨子, 这是政策, 也是方法和策略, 肃明安排者, 这种事情啊, 派出所不会出面的, 还得依靠我们自己, 李永, 你负责签注, 秦书记负责找几个干部啊, 挑骨子, 不来点硬火, 这个何鸿富不会富软, 侯卫东一听这个任务, 心说, 咱们总让我干这种事, 看来啊, 都是我这个勇敢的名声, 惹得火。 这一次到独食村, 与前一次追计划生育不一样, 追计划生育是搞偷袭, 而这次啊, 追鸡刘统筹, 则是大张其谷, 用的是杀鸡给猴看的计谋, 进了何家的院子, 院子里已经站了不少的村民, 请大家喊道, 何鸿富在不在家啊? 从屋里出来了一个相貌还不错的年轻女, 他抱着小孩站在门口, 面对着村干部, 并不发怵。 何鸿富不在家? 尹小红, 这是肃镇长, 今天肃镇长带队, 来收提流统筹, 你去把何鸿富给我喊回来。 尹小红看了一眼宿命, 何鸿富到坡上去了, 我一个富岛人家做不了主, 你们要找他, 去在这里等一会儿吗? 江上山走得汗水淋漓的, 对尹小红说, 小红啊, 你快点去找何鸿富, 我们就在这里等他。 尹小红这才抱着小孩朝外走, 走到一根田坎上, 对着竹林喊, 何鸿富, 当官的来了, 他们来收钱。 过了一会儿, 只见一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人走了回来, 自言自语, 这些人, 真是没有什么事情干嘛, 又找来了。 侯伟东原来以为这个何鸿富, 又是锅蛮子似的人物, 可是没有想到, 却是一个白面的书生。 何鸿富回来之后, 将众人都请进了屋里, 素鸣谈道理是一把好手, 何鸿富也颇有几分变才, 很快, 屋子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的争论。 何鸿富把一本小册子拿过来, 翻着项目, 与素镇长辩论, 我先不说提琉啊, 就说统筹款, 统筹款里有一项叫做乡村道路建设费, 这个钱, 就是用来修乡村公路的, 对不对? 我们独市村交了这么多年乡村道路建设费, 为什么上青林乡目前一条公路都没有啊? 村里唯一的小道, 还是我们自费修的, 要是修通了上青林的公路, 我立刻把拖欠的所有款项都交清。 上青林的公路肯定是要修的嘛, 镇政府已经规划了, 这条路盘跚而上, 资金量很大, 我们正在争取啊上级的资金。 嘿, 几年前就规划了, 现在还没有动静, 反正, 我只能一条私利, 公路什么时候开始动工, 我就立刻交钱, 现在, 我不会交钱。 素名各自爱, 却中气十足, 统筹款如何使用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要统筹规划, 更要由镇人民代表同意, 你这么说, 就是无理取闹了。 村里用了多少钱啊, 也要公布出来, 我们交的钱是用来办事的, 不是让村里的干部大吃大喝的, 你们将村里的账公布了, 我就交替流。 当着镇领导说这样的话, 这让秦大将很生气啊, 何弘夫, 你不要张嘴乱说话, 村里的每一笔钱都经得起检验, 农金站的黄站长也在这里, 他们每年都要组织人查账, 你问问他, 独市村的账目, 哪一年不是清清白白的? 农金站查得出什么? 何弘夫一脸不屑, 账早就被你们做平了。 在利益问题严重对立和冲突的时候, 辩论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素名很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何弘夫, 有意见你可以提, 但是拖欠的提流统筹, 一定要交。 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我就是不交。 相关的手续你都拿到了, 我们是先礼后兵啊, 今天你要是不交钱, 我们就挑骨子签出了。 好啊, 你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啊, 共产党的宗旨是什么?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吧, 你们什么时候变成土匪了? 你们今天敢挑骨子, 我就到北京去上访。 何弘夫, 我是按照政策和镇人待会制定的标准在手, 你随便到哪里去告, 老子都不怕。 素名说到这儿, 不再和何弘夫纠缠了, 下令, 愣着干什么? 挑骨子, 前出! 说完他又对侯卫东和李勇使了个眼色, 个人做好个人的事情, 不要着急! 侯卫东和李勇按照事前的布置, 早就有意无意地靠近了何弘夫, 李勇劝道, 哎呀, 弘夫, 黄梁国税自古就要交嘛, 你拖了一年, 拖不过两年, 还是交了啊, 免得猪儿被牵走嘛。 何弘夫的眼睛在四处地看着, 侯卫东见他的表情不对劲, 连忙上来说, 你不要乱来啊, 好汉不吃眼见鬼啊。 何弘夫要朝屋里走, 侯卫东抢先一步将他堵在那里, 两个人叫了一会儿劲, 何弘夫无法甩开侯卫东, 又被李勇抓住了另一只手, 被限制了行动。 何弘夫当年考大学只差了几分, 算是村里的高学历了, 见对方人多势众, 他就没有鲁莽行事, 气得在门外直喘粗气。 银小弘见家里的骨子被挑了出来, 哭闹起来, 抓强盗啊, 强盗大白天抢东西啦。 何家的院子是一个大院子, 住了七家人,都姓何, 听到银小弘的吵闹声, 更多的人围了过来。 素鸣大声地说, 我是镇政府的, 在执行公务。 何弘夫拖欠了两年的梯流统筹, 大家说, 黄粮国税该不该交啊? 银小弘抱着孩子, 冲到了宿命面前吼道, 我家的粮食和农业税都交了, 这才是黄粮国税呢, 体流统筹, 算什么黄粮国税啊, 都拿去被狗吃了。 秦大江听了这句话, 心里很不舒服, 银小弘, 你怎么这样说话来? 你爸爸当年也当过大队的会计啊, 他也是狗啊, 那你就是狗崽子。 院子里的众人大部分都姓何, 有的出言帮着何弘夫, 有的跟着瞎起哄, 小孩子的不管三七二十一, 高兴地跑来跑去, 一时间, 院子里人吵极飞猪哼狗叫, 好不热闹啊。 骨子被挑了出来, 肥猪也从圈里被迁到了院子里, 宿命宣布, 骨子和肥猪要被弄到镇政府去, 给你两天的时间, 若是到时不交提流统筹, 我们就把骨子和肥猪卖了, 冲底提流统筹, 价格不亏你, 按市价来卖。 就这样, 在何家院子众人的谩骂之下, 在银小弘恶毒的诅咒之中, 宿命, 还是带着一帮人将骨子和肥猪 带到了清临老厂镇。 在何家院子众人的谩骂之下, 在银小弘恶毒的诅咒之下, 镇长宿命还是将骨子和肥猪 带到了清临老厂镇。 骨子放在了底楼的一间办公室里, 肥猪就让伙食团在原有的猪圈里养着。 伙食团团长驰名满心的不愿意, 我没有喂过猪啊, 这条肥猪养在这儿, 只有被饿死。 镇长宿命倒也不生气, 整个上清临厂镇谁家不会养猪啊? 伙食团养猪更是方便, 别催了, 就暂时放在伙食团, 等几天啊, 我会让人来处理的。 中午, 就由独食村安排伙食, 江上山到基金会旁边摆了一桌, 在等人的时候, 江上山问道, 这个侯大学住村没有啊? 住村是镇政府的一项工作制度, 镇政府派到各村帮助工作的干部, 简称住村干部, 独食村的住村干部就是李勇。 侯卫东在心中自嘲地说, 以前有一部电影叫做《被爱情遗忘的角落》, 现在我是被组织遗忘的干部。 但是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说这种怪话, 只好说, 我才到青林老厂镇, 正在熟悉工作, 领导啊, 还没有安排住村呢。 你在办公室里怎么能够熟悉工作呀? 农村干部就是填坎干部, 只有走填坎才能把工作做好。 你到独食村来住村, 我们欢迎你。 侯卫东心想, 秦飞月答应调我到寄生办去, 如果在独食村住村的话, 那就得经常到上青林山, 爬坡上坎的, 累得好。 于是他委婉地说, 哎, 领导没有发话呀, 我想到独食村啊, 也不行啊。 江上山叽叽地说, 这还不容易啊, 待会儿啊, 我就跟苏镇长说。 苏鸣高长江和秦大江从外面回来以后, 一场酒战就开始了。 今天成功地整治了拖欠大虎和弘复, 苏鸣的心情明显不错。 虽然帮手老田和黄卫阁临时有事没有来, 他仍然在酒桌上频频出击, 惹得秦大江和他拼起酒来。 两个人一个是虎, 一个是熊, 谁都占不了便宜。 由于下午还要开会, 秦明主动霸占了。 秦明出门之时, 手不自觉地扶了一下墙。 高长江观察到这个细节, 对侯卫东说, 侯大学, 苏镇长啊, 要下山开会, 你陪他下山。 好, 您放心吧, 高厢长, 我一定将苏镇长安全送到。 苏鸣听说侯卫东陪他下山, 再三推辞, 可是在高长江的坚持之下, 他还是同意让侯卫东陪一段。 到了小道上, 山风一吹, 苏鸣突然蹲了下来, 对着一棵可怜巴巴的小树, 开始吐了起来。 中午喝的是啤酒, 苏鸣各自小, 却肚量大, 这一吐居然是极为夸张的一大堆。 侯卫东觉得很好笑, 心里说, 路边的小树凭空得了一大堆肥料, 想必明年肯定会长得格外旺盛。 苏鸣坐在路边的青石上, 对侯卫东说, 小侯啊, 你去找点土, 把那一摊子埋了, 省得让过往的人看到啊, 又要骂共产党腐败。 等侯卫东处理完了, 他突然问, 今天我们去挑凉是千肥猪, 你有什么看法呀? 侯卫东没有想到, 才吐过的宿明会问起这样的问题, 连忙说, 这是工作所需要的, 采取的必要措施吗? 宿明吐了一通之后, 头脑舒服多了, 嗯, 侯大雪, 你是法学专业, 可能对乡镇财政这一块不太熟悉, 一般说来呢, 乡镇两级啊, 财政的收入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即预算内的财政收入, 乡镇统筹收入和部门收入, 这个预算内的财政收入呢, 是正规的税收入账资金, 以及上级返还和补助的收入, 这个镇统筹资金, 是由乡农金债, 入账管理的资金收入, 一般的称为五项统筹, 统筹款是按人头从农民中摊派收取的, 另外还有义务工和积累工, 这个部门收费呢, 是行政或事业单位在提供服务时候有偿的收费, 比如寄生办的收费啊, 国土办向土地开发商收取的服务费啊, 学校向学生收取的杂费等等, 哎呀, 小侯啊, 这个清临镇呢, 税源不好, 每年财政收入只有一百三十多万, 而这个清临镇政府呢, 是由上下两个清临乡合并的, 干部数量多, 有干部工人一百多人, 再加上三所小学一所中学, 教师就有二百多人, 这一百三十多万只能算是吃饭才挣, 捉襟见着啊, 镇里呢, 对提流统筹, 以及计划生育收费抓得很紧, 这并不是存心于老百姓过意不去啊, 这些钱不收上来啊, 政府根本就没有办法运转, 这么多干部职工, 还要等着吃饭吗, 还要养活一家子人吗, 对于镇财政如何开支, 侯卫东并没有完全弄明白, 他只是得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那就是镇财政是吃饭财政, 不想办法收钱的话, 那政府的运转就成了问题, 下山的路上, 肃明的心理对侯卫东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他觉得侯卫东比起狗林来, 不知要强上多少倍, 就算欧阳林虽然也不错, 那也比不上侯卫东, 他觉得侯卫东这个小伙子, 在工作几年, 肯定会成为乡镇工作的一把好手, 可是肃明没有想到, 在下午召开的党政联席会上, 赵永胜书记和秦飞越镇长, 就为如何安置侯卫东, 再次发生了争论, 在党政联席会上, 秦飞越提议将侯卫东调到寄生办, 充实寄生办的力量, 而赵永胜则认为, 上青林有三个村一个厂镇, 工作组力量明显不够, 既然分了大学生来, 那就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其实侯卫东只是一个小人物, 他的去留只是一个要引子而已, 书记和镇长的机怨日久了, 为了这件小事, 当场就拍了桌子, 分管组织的蒋友财富书记, 提议暂时将侯卫东的问题放一放, 不做调整, 维持现状, 肃明趁机提议, 让侯卫东作为独食村的驻村干部, 结果, 肃镇长的建议, 得到了大部分班子成员的同意, 赵永胜和秦飞越, 借着侯卫东的安置问题, 又掰了一次手腕, 赵永胜否决了秦飞越的提议, 略占上风, 就在党政联席会召开的第二天, 组织部副部长萧斌, 带着综合干部科郭兰, 来到了清临镇,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公开召考的实名干部的工作情况, 组织部办公室提前一天给赵永胜打了电话, 对于这件事, 赵永胜有意无意的没有和秦飞越通气, 秦飞越按照他的工作日程, 到县农办要项目去了, 等到秦飞越坐着小车刚刚离开了政府大院, 赵永胜把蒋有才副书记叫到了办公室, 刚才接到肖部长的电话, 他在十点半来镇里调研组织工作, 到时候啊, 你参加, 在易阳的习惯里, 不管是正职还是副职, 接按正职来称呼, 比如肖冰, 正式称呼应该为肖副部长, 可是这样称呼起来很是别扭, 基层的同志一律称他为肖部长, 没有人会把父子加上去, 蒋友才有些紧张地问, 那肖部长到易阳来, 有什么目的没有啊, 我没有准备汇报材料啊, 我打电话呀, 给吴滩镇的张大为, 他说肖部长啊, 就是来了解十名公开招考干部的情况, 顺便啊, 调研组织工作, 蒋友才长着一个圆脸, 笑起来, 双眼就眯成了一条线, 他想起前天开会的情况, 提醒着, 公开招考, 是县委干部人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啊, 我们把侯卫东安排在工作组, 不知道组织部门会不会有意见, 能有什么意见啊, 把它分配到清临镇, 就是清临镇的干部, 到工作组去, 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有利于干部的成长吗, 其实侯卫东只是一个普通的干部, 赵永胜对他并没有特别的爱与赠, 昨天阻止侯卫东调入计生办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次调动, 是秦飞月提出来的, 赵永胜赵书记, 是清临镇土生土长的干部, 而镇长秦飞月呢, 却是从县里派下来的干部, 秦飞月下来之前, 是乡镇企业局的副局长, 对管理企业很有一套, 来到清临镇之后, 他把基金会抓得很牢, 同时也就间接地, 把乡镇企业老板团结在了身边, 赵永胜原来就是夏清临镇的书记, 原来的乡长生病以后, 他实际上就是书记乡长一把抓, 说话自然是一言九鼎, 两乡合并以后, 他与镇长秦飞月的矛盾, 是从管理基金会和镇署企业开始, 逐步扩大升级的, 十点钟, 组织部萧冰副部长, 准时来到了清临镇, 赵永胜很有工作情验, 并不首先提侯卫东的事情, 而是规规矩矩, 汇报了清临镇的组织工作, 汇报完成以后, 几个人坐在会议室里聊天, 萧冰随意地问, 这个侯卫东是怎么安排的呀? 赵永胜丢了一个烟给萧部长, 侯卫东啊, 分到这个上清临镇的工作组, 各地工作组的情况他是知道的, 听说分到工作组, 萧冰不禁有些惊奇, 怎么分到了工作组啊? 这个上下清临合并以后啊, 镇政府设在了下清临, 而上清临呢, 七千多人也需要服务和管理嘛, 赵永胜不慌不忙的回答, 为了加强对上清临的领导力量, 镇里在上清临设了工作组, 侯卫东呢, 如今就分在了上清临, 萧冰具有组织干部的典型的笑容, 这个县委的赵林书记啊, 很重视这是个公开招考的干部, 说不定哪一天啊, 会问起这十个人的使用情况, 赵永胜见萧冰在烟雾中, 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想到他先前说的话, 感到了一阵压力, 他灵机一动, 侯卫东到了清临镇啊, 表现很不错啊, 镇党委准备给他压蛋子, 让他担任工作组的副组长, 慢慢的接过高长江的工作, 他这个副组长啊, 按照他所做的事情来看, 相当于以前的副乡长, 若是他能够胜任这个副组长, 那么清临镇党委, 就要给他再压蛋子了, 肖冰在本子上记了几句, 然后说, 公开招考干部啊, 是一阳县委, 在干部制度上的一次改革, 沙州市委组织部也很重视, 肃明俊常务副部长, 专门听取了相关工作汇报, 赵永胜试探着问, 那肖部长, 你看, 何卫中的工作, 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 肖冰没有正面回答, 这是你们清临镇党委的权利嘛, 我们组织部门, 向来尊重你们的意见, 而且, 赵连淑姐交代过, 公开招考的干部不能搞特殊, 要一步一个脚印, 在基层工作, 进行自然淘汰, 如果是人才, 就大力提拔, 如果才能平庸啊, 就按照干部使用的原则, 进行合理的使用。 赵永胜和肖冰是党校的同学, 而且都是班干部, 两个人颇为熟悉, 正事谈完之后, 赵永胜提议, 正事办完了, 怎么样啊, 肖部长, 我们找个鱼堂, 一边钓鱼, 一边谈谈心。 蒋永才在一旁边说, 赵书记听说肖部长要来啊, 特地找了一个好堂子, 全部都是土鸡鱼啊。 肖冰喜欢钓鱼, 听到这个安排, 把笔记本一合, 哎, 土鸡鱼好, 浓缩的, 全部是人生精化, 哎, 到底是老伙计啊, 走, 我们走。 一行人说说笑笑地出了院子, 上了车, 朝着鱼堂走去。 就在赵永胜和肖冰兴兴致勃勃地钓鱼的时候, 侯卫东仍然在山上, 满怀着希望, 等着调到济监生半去呢。 可是随后的消息, 却让侯卫东哭笑不得。 蒋永才在党政联席会的第三天, 就来到了上青灵山, 把工作组的所有人召集起来, 宣布侯卫东住独食村, 任工作组副组长, 协助高长江工作。 对于工作组来说, 这是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安排啊。 高长江主持工作组的工作, 能够把众人招呼住, 并不是工作组的组长有多大的权力, 而是高长江当了二十多年的领导, 在干部中颇有威信, 所以工作组的成员才愿意听他安排。 侯卫东是个新矛头, 安排一个工作组副组长的职务, 管不了任何业务, 官不像官,兵不像兵, 如果高长江不在, 他根本就无法开展工作。 蒋永才宣布侯卫东的任职以后, 落塞胡子李勇就开始起哄了, 非要让侯卫东请客不客。 侯卫东想哭的心都有啊, 他看着眼睛笑成一条线的蒋永才, 还是说, 蒋书记, 小侯到了清临镇, 还没有聆听过您的指示呢, 今天到了上清临厂镇, 无论如何, 要请蒋书记喝一杯啊。 蒋永才原是上清临乡的副书记, 两乡合并之后, 被任命为清临镇的副镇长, 他逢人便说三分毫, 是典型的不倒翁, 他对侯卫东任职的原委 再清楚不过, 笑着说, 哎呀, 啥子指示哟, 你不要客气啊。 高长江对这个任命倒是挺高兴的, 以前秦飞月同意给工作组一些经费, 今天啊, 就由工作组请客了。 现实就是一张大网, 侯卫东身在其中, 越是挣扎, 就越紧。 送走了蒋永才, 高长江紧紧地握住了侯卫东的手, 以后, 你就是工作组的副组长啊, 工作一个月不到, 就当了副组长, 侯大学, 钱出无量啊。 高组长, 我刚从学校毕业, 什么都不懂, 让我当这个副组长啊, 压力太大了。 侯卫东苦笑着, 嘴里说得好听, 心里却想, 不知道是哪个王八蛋的主意, 把我挂在了山上。 侯卫东是毫无反抗能力的心病啊, 在清临镇政府的领导面前, 他不过就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人物了, 此时人在屋檐下, 怎能不低头呢? 他只好咬碎牙齿往肚子里吞, 快乐地接受了这个安排。 当然, 不快乐是不行的, 侯卫东可不愿意一边做事一边发牢骚, 这毫无意义啊。 林勇是住村干部, 他把侯卫东带到了独师村, 独师村也算是和侯卫东有缘, 侯卫东两次下村都是到独师村, 村里面对新来的主村干部很重视, 村委会织部一般人马全部到齐, 知书秦大江, 村委会主任江上山, 以及文书陈达川, 民兵连长兼团支部书记杨炳刚, 妇女主任朱瑶芬, 加上工作组组长高长江, 满满坐了一桌子人, 这一次没有去上清临老场镇的大馆子, 而是在秦大江的家里, 滑船, 喝酒, 粗话, 不知不觉中, 石金一贯的舍酒被一扫而空了, 林永江上山, 陈达川和杨炳刚, 已经喝得坐不住了, 厕所里, 除了臭味, 更有一股刺鼻的酒味, 秦大江脱了上衣, 露出结实的上身, 他满脸通红, 侯大学, 再喝一杯, 他家里所用的杯子俗称为两种杯, 比普通的杯子大上了两圈, 一杯就有一两, 妇女主任朱瑶芬是一位典型的农村妇女, 酒量向来很好, 可是这种合法在村里也很少见, 他见到侯卫东双脸发青, 就劝说道, 秦叔姐, 侯大学, 你们吃点菜, 秦大江瞪起了牛眼, 朱高帆, 侯大学是我们村里的住村干部啊, 你必须再和侯大学喝三杯, 别让他说我们独食村无人, 连一个学生娃也搞不定, 侯卫东心中原本就郁闷, 听了秦大江这么说, 很不服气, 秦叔姐, 我先跟你喝三杯, 敢不敢喝, 其实这秦大江也是强弩之末, 他望着满满的三杯酒犹豫了片刻, 朱耀芬, 你是妇女主任, 在独食村工作很多年了, 是老前辈, 你先和我们朱主任喝, 侯卫东酒劲上头, 倔头倔脑地说, 这三杯酒喝了, 我再和朱主任喝, 说完他举起酒杯, 说了一句, 不喝, 酒是王八战, 说完, 仰头就喝了一杯, 秦大江在脸上挂不住了, 跟着也喝了一杯, 喝完三杯, 侯卫东只觉得肚子里一片翻江倒海, 就像火山爆发一样, 一股火流朝嘴里冲了出来, 他联盟用手捂着嘴, 将乌乌堵在嘴里, 抬脚往外跑, 秦大江更惨, 他根本就来不及跑, 乌乌就像瀑布一般, 直接喷到了桌子上, 侯卫东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满天心抖了, 他昏头昏脑地坐在床上, 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身在何处, 摸着黑, 走到了喝酒的堂屋, 只见点着一盏昏暗的灯光, 秦家的堂客坐在桌前打瞌睡, 秦大江的老婆从梦中惊醒, 看到侯卫东, 连忙说, 哎呀,侯干部, 你们今天喝了好多酒, 大江现在还没有睡醒, 我跟你们两人啊, 煮了一锅红勺稀饭, 快来喝。 侯卫东此时头欲乍开一半, 肚子里面的东西早就吐得差不多了, 他端起红勺稀饭, 吃着咸菜, 感觉味道十分的鲜美。 此时天色已晚, 喝完稀饭, 侯卫东就住在了秦大江的家里。 第二天, 侯卫东被狗叫得 声音惊醒了, 天还没有大亮, 水田上有着一层薄薄的雾气, 远处是隐隐的树木。 他走到水塘边, 看见秦家的堂客 从猪圈里走了出来。 该如何向他打招呼呢? 这是一个问题。 叫姐吧, 可是他的年龄已经四十多岁了, 相貌看起来至少有五十多岁。 叫阿姨呢? 秦大江又跟他称兄道弟的, 这样叫乱了辈分。 侯卫东想了想, 觉得还是叫嫂子比较好。 嫂子, 这么早就起来了, 怎么没有见到孩子们呢? 秦家的堂客连忙回答, 哎呀, 我有三个小孩, 两个儿娃子, 一个女娃子, 都到广东打工去了。 侯卫东不由得想起了何鸿富的话, 随口说, 上青陵山啊, 没有公路, 真是制约发展啊。 此时秦大江红肿的眼睛走了出来, 借口说, 前几年, 上青陵乡还想着修路, 看来现在啊, 更没希望了。 侯卫东心中一动, 我是青陵工作组的副组长, 要是能够组织起来, 把路修好, 说不定能引起领导的忠实。 想到这儿, 他说, 秦书记啊, 俗话说, 无路不复, 咱们上青陵的发展太慢了, 和八十年代没什么区别, 我看征结啊, 就在这公路上。 秦大江书记站在鱼塘边, 随手扯了一把水草, 丢在水中。 青陵镇的发展, 重点在下青陵, 咱们这儿修路啊, 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的事儿了。 其实咱们这儿的资源很丰富啊, 一是茶叶, 二是煤炭, 三是石头啊。 青陵的茶叶很有名气, 煤炭也好理解。 侯卫东不太理解, 这第三个石头是怎么回事儿, 就问, 石头? 什么石头啊? 秦书记指着指一处山坡, 这个青陵山上啊, 有很多石头, 硬度很高啊。 以前啊, 我接待过地支队的, 他们说这些石头可以烧石灰, 也可以制造水泥, 还可以用来做铺路的碎石。 就是因为没有铜公路, 这石头啊, 就成了废物了。 秦书记, 既然是一座宝山, 为什么不把路给修通呢? 哎呀, 咱们上青陵是小乡, 只有七千多人, 乡政府哪里来钱修路啊? 前年啊, 上青陵乡准备提二十个积累工, 十个义务工, 并向县政府啊, 争取一点资金, 准备将上山的公路给修通了。 公路都勘测好了, 正准备开工, 这先政府啊, 就让这个上青陵和下青陵 两个相合并了。 侯卫东脱口而出, 那既然这样, 我们干脆组织起来, 把公路修通。 侯大学, 你根本不了解情况嘛, 这条公路啊, 如果修, 那要涉及三个村, 复杂得很内, 没有政府来组织, 根本就干不成。 这会儿秦大江的老婆正在喂猪, 听起两个人谈起修路的事儿, 插嘴说, 如果有人把公路修起来啊, 那可真是我们上青陵的恩人咯, 到时候, 我们全乡人都会念他的好处了。 侯卫东并不知道修公路的艰难, 又是出生牛肚不怕虎, 为了弄点政绩, 急切地说, 是在人为嘛, 当年红旗渠不比这修公路更难啊, 我们七千人的上青陵就修不成一条路。 侯大学, 你当真想修路? 是啊, 我在何弘复家里就有了这个想法, 何弘复啊, 虽然说的都是歪道理, 可是歪道理啊, 也有道理啊, 从这点来说呀, 上青陵的群众应该都有这个想法。 侯卫东两眼冒光, 热情洋溢地说着, 秦大江对侯卫东修路, 虽然不抱多少希望, 但还是死马当成活马医, 将几年来为了修路发生的事情, 简要地介绍了一遍。 从秦大江家里回来, 侯卫东的脑海中, 全是修路, 修路, 修路, 除了修路, 再也容不下其他的事情。 三年调回沙洲的承诺, 就像乌制山一样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 他经常觉得无法挣扎。 修路的事情, 就像一道闪电, 将他的内心照亮, 让他看到了美好的希望。 他暗自琢磨着, 修好一条路, 自己就多了一项政绩嘛, 对以后的发展肯定有好处。 如果修路的事情, 能登在领袭日报上, 那我就出名了, 县领导看到以后啊, 说不定会把我调进城, 或者是提拔使用。 高志远是沙洲市的人大主任, 正厅级干部, 如果他知道了我有上清林修路的事, 也就会帮到我了。 侯卫东琢磨的这个高志远, 人如其名, 二十多岁就当上了上清林的阁务会主任, 达到四人帮以后, 当了一阳县的副县长。 八十年代末期, 当上了沙洲地委副书记, 如今是沙洲市的人大主任。 侯卫东凭着在学院学生会得来的工作经验, 越想越激动, 想象中出现了一条金光大道。 要修路, 当然, 首先要征求工作组组长高长江的意见。 侯卫东兴冲冲冲地走上二楼, 到了高长江的门口, 抑制住内心的激动, 轻轻敲响了高长江的纱窗门。 高长江穿着短裤和大背心, 站在门口, 侯大雪啊, 昨天喝的太多了, 哎呀, 这个秦大江啊, 是个痛口, 只有你跟宿明, 才能把他镇住。 哎, 哎, 别说啊, 你这个娃娃还真是好酒量啊。 高厢长, 我有一个想法, 哦, 你说。 听了侯卫东奇异的想法, 高长江不停地摇着扑扇, 哎, 修路啊, 是个好事情, 也是这个上清临多年的心愿啊, 只是, 这个, 它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啊。 呃, 没有镇里的领导, 工作组想了多想, 说了, 也是白说呀。 高厢长, 我认为上清临七千人, 只要齐心协力, 一定能将公路修好。 嗯, 呵呵, 高长江想说点什么, 突然觉得, 要对年轻人多鼓励, 真能把公路修好啊, 那你啊, 就是清临人民的功臣了, 只要高厢长支持, 我相信, 我们能将公路修成功。 哎呀, 我一个退居二线的老头子, 有什么能耐啊? 以前啊, 这个上清临还没有撤厢的时候啊, 曾经请过县交通局的一个工程师, 来勘测地形, 这工程师啊, 叫刘伟, 他准备从独食村的三社, 修一条上山的路, 全长大概十六公里, 这是贯穿三个村的最近的路线, 地势比较平缓, 岩石也不多。 侯卫东没有想到, 上清临乡已经有所行动, 听到这些, 又激动起来, 这个刘伟啊, 搞了地址勘探, 画了设计图, 前后垫了两万多块钱, 可是结果呢? 哎, 这个上清临乡突然被撤掉了, 哎, 这笔钱啊, 现在都还没有给人家刘伟了, 每次见了他,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啊。 说到这儿, 高长江突然语重心长起来, 侯大学啊, 修路的事啊, 恐怕得等你当了镇长再说, 现在, 根本不可能啊。 侯卫东却坚持着, 高厢长, 修路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事啊, 只要宣传工作到位, 我们放手发动群众, 修一条致富路, 群众肯定能理解能支持啊。 旁边的刘阿姨, 也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异想天开, 当时啊, 上清临乡政府花了不少钱, 几次都想动工, 可是每次都是刚刚开头就停工了, 弄得社员们很有怨言, 现在乡政府垮了, 那就更没有机会修路了。 侯卫东却不肯轻易放弃, 既然要修, 那肯定就要修到底嘛。 两个人又说了一阵, 高长江见何伟东态度很坚定, 侯大学啊, 我身体不好, 病箱的时候啊, 就已经退居二线了, 镇里让我当这个工作组组长啊, 实际上, 就是守着工作组这个烂摊子, 当一天和尚, 敲一天钟, 即使要修公路, 也要由你老弟来修, 我拿, 最多帮你敲一敲边谷。 侯卫东对眼前的处境很是不甘, 心里琢磨着, 与其在上青林不死不活地憋着, 不如放手搏一搏, 三年之内, 我一定要掉到沙州去。 他没有推辞, 好, 有高厢长在背后掌动, 我就当过河的小卒子, 拼命地往前冲, 不将公路修好啊, 我绝不后退。 修路曾经是高志远、 高长江那一带人的梦想, 他们曾经努力过, 知道其中的难度。 高长江告诫侯卫东, 侯大学啊, 这个事情做起来就不能回头啊, 半途而废的话, 那你在上青林就会立不住脚, 会被人笑话的。 侯卫东拍着胸膛, 高校长放心, 如果这件事情坚持不下去, 我就不在青林镇工作, 我卷不该卷走人。 高长江在心里反复地斗争, 他还是不想惹这件麻烦事。 哎呀, 这件事情啊, 难度太大, 让我考虑考虑, 好不好? 等到侯卫东离开, 刘阿姨劝道, 你退休以后, 我们就搬到一阳城里去吧, 修路不是简单的事, 镇里没有组织, 这个侯卫东就是一个学生, 什么都不懂, 只是心血来潮, 到时候修路啊, 真成了你的事情, 你不要逞强啊。 高长江却不满地说, 侯卫东想修路, 值得肯定嘛, 是个好事情嘛, 我倒是觉得这个小伙子啊, 有志气。 第二天一大早, 侯卫东就守在了高长江的家门口, 不过高长江还是不愿意表态。 第三天, 侯卫东把秦大江请了过来, 三个人坐在一起合计了半天, 高长江还是那句话, 修路是大事啊, 我身体不好, 不能牵头, 再说镇里啊, 也没有同意嘛。 第四天早晨, 高长江刚开门, 就见到站在门口的侯卫东, 他不等侯卫东说话, 连忙说, 后老弟, 我服了你了, 如果三个村能够统一意见, 我们俩就去找赵书记和秦镇长, 我们是镇里干部, 这种大事啊, 还得向镇里汇报, 否则啊, 就是无组织, 无纪律啊。 高长江一直在称呼侯卫东为侯大学, 今天的称呼, 却变成了侯老弟。 有了修公路这个念头, 侯卫东就觉得, 在上青林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心中有了梦想, 再看看其他的无所事事的李勇啊, 白春城等人, 觉得他们真是虚度了光业。 高长江行动很快, 他把尖山村驻村干部正发明, 和旺日村的驻村干部段胖娃叫到了办公室, 要求他们马上去发会议通知。 段胖娃看着外面火辣辣的太阳, 不愿意到村里去, 哎呀, 这么热的天, 开啥子会嘛, 叫你去就去, 少啰嗦。 高长江把眼睛一瞪, 半胖娃看见高长江真的生气了, 消息一地说, 好好好, 我明天一早就过去好不好。 正发明是广播站的业务员, 天天都在跑外线, 一张脸又黑又皱。 他接受了任务, 没有多话, 背着一个装满了工具的鞋挂包, 到村里去出通知。 看着毒辣的太阳, 侯伟东又涌出了一个想法, 高厢长, 你看, 既然我们的乘空电话已经到了厂镇, 那就应该延伸到村里面去啊, 交通和通讯呢, 是两条腿, 只有两条腿一起走路, 村里才能快速发展嘛。 此时的高长江心里只是挂着修路的事情, 没有兴趣讨论关于电话的话题。 好了, 先别说电话的事了, 修路不是简单的事, 三个村的干部不是一条心啊, 我们商量一下, 如何做动员。 上午十点钟, 独食村、 尖山村和旺日村的几个头头陆续进了会议室。 侯伟东不敢怠慢三个村的头头, 到了会议室, 他给三个村的书记和村长不停地递着烟。 高长江摇着大蒲扇走了进来, 一进门, 他直接了当地说了今天会议的主题, 修路, 会场安静一场, 只听到电风扇呼呼地转动。 尖山村的村委会主任曾献刚, 是石匠出身, 格外的健壮, 上青林的山上有着优质的石材, 也就造就了一批优秀的石匠, 只是不同公路, 让他们守着石山发不了财。 听说要修路, 他的火器上来了, 拖了好几年, 开了无数的会, 这路啊, 早就该修了嘛。 他看到会议室里只有高长江和新来的大学生, 不客气地说, 这么大个事情, 镇里也不来个领导啊, 那完全是屁话嘛。 高长江也不生气, 摇着蒲扇, 修路啊, 不是镇里的安排, 是侯老弟提出来的, 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啊, 就是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要是真想修路, 大家一一形成一个初步的方案, 拿出方案来呢, 我再和侯老弟向赵书记和秦镇长汇报。 望日村在上青林的尾巴处, 在东县, 距离前一次的勘察地点最远, 他们就想从另一个方向修路, 也就是从西县开始修, 当高长江提出修路的建议的时候, 望日村的村支书贺和泉, 还有村委会主任孙虎, 都不说话, 只是不停地吸着烟。 段胖娃坐在贺和泉的旁边, 他对修路的热情早已消耗殆尽, 不满意地说, 高厢长, 你也不早说呀, 若是为了这件事情啊, 我还真不跑这一趟。 侯卫东原本以为高长江说出修路的建议, 这些村支书和主任们一定会群起响应, 他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一种冷淡的场面。 他激动地站了起来, 19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 改革进入了新高潮, 外面的世界发展一日千里啊, 而青陵山和二十年前一样, 还在原地踏步,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公路啊。 说着, 他提高了嗓门, 我讲一件具体的事吧, 山上的住房多是石砖房, 还有很多是茅草房, 而砖房很少, 为什么呢? 主要的原因就是山上没有通公路, 大家还需要用马帮来搞运输。 马帮驮砖的成本, 那比汽车高得多啊, 运费约等于砖钱,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修公路的原因呢? 马帮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传说了, 但是, 由于上清林乡不同公路, 运输就真成了问题, 在一阳大部分地方已经消失了的马帮, 反而成了上清林乡的特色。 而昂贵的马帮运费, 让每位村干部都有切服之痛。 大家安静下来, 听侯卫东继续说话。 要是修好了公路, 最先得力的就是独石村。 所以独石村的秦大将, 对于侯卫东修路的事情, 是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态度的。 此时他见侯卫东昂首挺胸, 讲了大道理, 就说, 侯大学, 大道理就不要说了嘛, 我们都懂, 关键, 就是要落实。 江上山还加了一句, 侯大学, 其他的先不说, 那这个刘维的设计费怎么办呢, 还欠着人家来。 侯卫东没有回答, 就在这个时候, 你儿头大脑的尖山村村之书唐桂元说了一句, 修路又不是傻子高科技啊, 搞什么设计嘛, 把路挖出来就好, 设计费是冤枉钱, 我们村不会出一份钱的。 秦大将马上反对, 上青林的山上都是石头, 煤炭, 这都是需要重车的, 不搞科学设计啊, 将来不知道要翻多少车子呢。 唐桂元面无表情, 要出钱, 那就由独石村来出, 我再说一遍, 这笔设计费, 我们尖山村不管。 哎, 你凭什么不管啊? 你走不走这路啊? 这是大家的路嘛。 高长江见两个人争吵了起来, 连忙说, 好了好了, 我同意大江的说法, 这个上青林呢, 是修盘山公路, 那以后呢, 是主公路, 山上有石头有煤炭, 都是重车, 必须要科学设计啊。 这个时候曾县刚问, 侯大雪, 既然要修路, 那钱如何说法? 你出来让我们听听吗? 高长江知道, 侯卫东初来乍到, 这里面的道道, 他一时半会儿, 肯定说不清楚。 哦。 谢谢大家。